桃園醫院 那我還出去打疫苗是一個非常重要防疫的手段 大家一起要永遠來打 桃園是在防疫裡面的重中之重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機場在這裡 若富特風暴持續延燒 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下午4點 特定前往桃園醫院查看疫苗施打情況 一位鄭文燦上午開防疫會議時說到 現階段因為疫情升溫 除了強調加強社區防線 也為機場人員的安全協調優先施打疫苗 針對這個扩大施打疫苗的部分 那麼目前我請這個各單位協調 包括交通局負責防疫集團車隊 目前有345位防疫計程車的司機 那目前已經完成施打的是87位 大概佔了四分之一 我們希望其他四分之三也能夠盡快施打 另外防疫旅館的工作人員 我們也由管理局安排施打 這個機場服務的免稅商店的工作人員 特別是這個轉機部分的乘客會接觸到的 包括生活艙跟採工也要優先施打這個疫苗 除了優先保護機場人員 鄭文燦對於外籍機組人員過境台灣 也提升了防疫作為 我們協調了三家 那其中兩家作為外籍航空公司的 機組人員的防疫旅館 必須要符合分艙分流的規範 包括工作人員服務人員清潔人員 必須要穿著防護衣戴手套 那因為它是採取特殊通道 以及防疫車隊到達防疫旅館 那是採取這個過境而不入境的方式 但仍然必須要待在房間 不能到餐廳用餐 這部分不能有任何防疫的破口 為了阻絕防疫破口 所有確診得到過的地方 大家全都插了一彈 其中按1136 就在新北友課趴趴趴 下的學校連校慶活動也都取消 因為本校是將近3000人的一個大型學校 那本週六要進行校慶 我們經過開會決議之後 為了避免群聚傳染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決議本週六的校慶 就先取消辦理 並非的這個案例 有進入到永平國小 純粹是因為有在永和區 附近活動的一個足跡 那學校為了慎重起見 才緊急將校慶做一個取消 並做校園一個全面的一個消毒 除了取消校慶 新北市長洪友誼 今早出席母親節活動時 也宣布禁止全市所有的雲優會 校慶是不是取消 我想各學校有不同的考量 不管有沒有取消 我起碼我們一定要做到極點 學校裡面本來就有三級 環護健康委員者 一定要入行以外 學校裡面在這一段時間 除了要掌控人數以外 所有的營友會有吃的 這個不可以辦 我們都一切簡單隆重 希望人在校慶的過程當中 還是把防疫做到位 學校評估可以取消就取消 沒有辦法取消的 我們都是狀況把防疫做到最到位 突發中心眾科報導 請問回許可蹈